接錄就說話了 那麼這一道 就第一題 你看到其實都是在說一個 Respiration 因為大大隻字 寫了出來 Respiration 另外上面那條當然是假裝血管 那裡也寫了 Blood Threshold 就是血管的意思 中間這些就是血液來的 ABC就要你填在什麼東西 當然了 B E D 這些都是 不過當然我們剛才都提過了 還有上課的時候 那麼這一個圈就扮細胞 他都 怕我們不知道 所以說這個細胞 進行Respiration 那麼你也都看到 顯示了很多不同形式的能量 有些能量就是熱能 OK Heat Energy D 其實就是Heat 說完 不要緊 另外做一些能量就是Activity 就是日常的活動 譬如剛才我們說一下你的手要動 你的心臟要跳 是不是 這些是屬於Activity 另外growth 就是我們生長都需要能量 所以 這些都是 所以就不只是單純Heat Energy D 就已經填給大家了 大家試一試A B C 當然是箭嘴指入 就是代表那個細胞要拿 某一些物質 A 這樣才算 細胞不要一些物質 就給它去管 OK 所以就 試一試填 這裡有A 我們先填A B C D E 然後再想一下下面那裡 因為其實你填到A B C D E 下面這三題 就已經做得到 花一點時間想一想 A到E 填些什麼 我們回頭再多一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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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应该填完了 我不等大家举手 A,我跟我们学的顺序 首先我们将氧气和食物 带到细胞 它说有能量 当然Google 里面有能量 C就是我们的Oxygen 插走一些不需要的黄色 快点录 然后 然后 带进去细胞之后 就进行Respiration Respiration之后 就会 就像刚才所说 产生热能 然后 A的就是二氧化碳 因为我们的细胞 或者身体不需要 带到血管 再经过肺 排出体外 这样的 至于 这里 它还有 一个E的部分 这些 其实我们 会产生了二氧化碳 和水 所以 E就是我们的水 这个 应该最难展 那么多个里面 OK 但我们想起 Word Equation 其实是这样的部分 其实这个就是 一个Word Equation 整个 不过它就用一个 就是 就是 如何把血管 把物质带到细胞里 再进行Respiration 的一个 图画 去解释 好 下面 Respiration requires Gas C and Substance B Give out Gas A 其实这里都是提示 不过我就 想大家看图 看看能否猜得到 因为本身也不是太难的 当然可能有些 自负助就会觉得再容易一些 不过在这里 都是那句 A,B,C我们都填了 这里我就不重复了 D和E是什么Energy D和E是什么Energy 那么奇怪 D是Heat Energy E是 Sorry 我这里 心多想了它是水 它这里想说 是 chemical energy 因为它本身那句句 应该是 chemical energy inside glucose 这样的 OK 不过它就 我就 我就 想了第二件事情 所以就填水 所以就填 chemical energy 那 那 而D呢 就是 Hit Energy 好 好 再下 就 through which organs of our bodies can we obtain substance B and C 用什么器官 那这个器官我们不要填asset 我们填一个肺 OK 跟着就 下一题 这个呢 关于heat burning 那个 的部分 都 都 我们一起看一下 省一下时间 因为本身还有几题 在后面 那 去三个同学仔 去嘉宾公园 烧夜吃 那 跟着就 他们带了些炭 去 那 跟着呢 就有一些叫bbq starter 就是平时我们说的炭精 那炭精 你 用过 就知道了 它很容易烧得着的 而且它烧的时间都很久 那用来做什么呢 因为你的炭本身很难烧得着 Bbq 那些 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所谓的木炭 很难烧得着的 你要烧很久 那如果你在哪里用一个火去 就是加热 因为其实 炭是燃料 啊 所以 你要 有足够的热 它才会烧得着 但是 你要给它 那 你找什么给它 就用炭精 烧着粒炭精 炭精 就不断可以 噴火出来 不是叫噴火 不断燃烧 有些火焰出来 所以 可以将木炭加热 直到它足够的温度去烧得着 为止 因为要有一个高温度 你烧十秒八秒 其实吸不到足够的热 其实就不够热的 那块木炭 那就靠炭精 那一粒炭精 通常都可以烧十分钟左右 或以上 通常你烧热吃的时候都会买的 不过现在很多人都很懶 就买一支 买罐煤煤气 不是买一支石油气 是罐装的石油气 然后有一些点火器 你见 就好像别人去吃那些 你去吃寿司 有些烧 就是火窗可以烧的 其实就是类似的情况 可以烧着碳就可以了 在这里 不过它用炭精 然后它就说 当碳变成熊的时候 就开始潑火了 用报纸 直到那些木炭 烧着了为止 就是说了大餐 那它问回我们 其实这三个部分 就属于Fire Triangle的哪一样 OK Burning of the BBQ starter 当然就provide high temperature 第二 用这些报纸去潑火 其实就是provide oxygen 你潑火就是潑一些空气 空气里面有氧气 就是不断提供氧气给那个 木炭 木炭当然本身就是燃料 OK B B Write down one kind of gas and two different forms of energy produced in the burning process of charcoal 在烧炭 或者烧木炭的过程中 就是产生些什么氧气 和有什么形式的能量 那当然 Gas 当然很高 那然后能量 就当然是heat and light energy 好 再下 which type of energy is used to cook the food 用什么能量去煮食物 用什么能量去煮食物 那当然是heat energy B了 BBQ之后呢 他们就尝试整熟火 然后呢 就有三个建议 一个就是说 倒点水落点木炭 第二个就是说 把炭呢 放在一个叫open ground的地方 简单点就夹炭去地上 然后用些沙去 因为通常你看到呢 烧食那些地方呢 要么就交产公园 那些那些 那他通常就 就是附近都有沙的 那你用些沙去盖住他 就是这样 第三呢 就有些 木炭放在这里 有它自己烧 烧它自己 按上去 它就熟了 这样 let it go out 那接着再下 这三个方法 其实就对付 fire triangle 哪一个呢 ok 那都很简单 第一个 淋水的就是 remove 它的high temperature 用些沙去盖住它 因为它接触不到空气 里面的氧气 所以就会熟 所以就remove oxygen 第三个呢 由它自己烧一下 就是木炭是燃料 你由它全部烧掉 那些燃料就可以了 所以就remove the field ok 好 接着这里就下了 为什么很难去点湿一些 湿的木炭呢 相对起干的木炭来说 那这个呢 其实就比较容易出现在 那些 就是你 譬如 啊 那么不幸運 你下雨日子 dbq的时候 你发觉 为什么炭那么难点得着呢 或者是炭濕了 我们叫做 那么难点得着呢 ok 就等于早前澳洲大火 为什么经常说 看下雨呢 这样 下雨就可以很快就熄火了 因为 温度会降到很低 你下雨的时候 所以其实湿炭呢 就刚才提过了 水能够吸了很大量的热能 那么吸了大量的热能 你就很难存到足够的热 去点着木炭 都是那句 永远都离不开fire triangle 那三只角 所以 就是一个燃料烧得着 和一个燃料烧不着 其实都是跟 那个fire triangle 似的 我们永远就不用想到太远 什么湿炭 这么神奇 不用想那么复杂的 就是想想 少了哪只角 就可以了 所以就没有了high temperature 因为你到处一定有空气 你湿的碳 周围不会没有空气 没有氧气 那木炭本身自己是燃料 你不会淋湿了之后 它不是一块燃料 OK 那只剩下第三个可能性 就是high temperature 所以我又写下 Water absorbs large amount of heat energy 这里也还要提醒 你要写 吸了大量的热能 你不要说吸了大量的能量 就是一定要有heat 这个字 这个要小心 在这种程度上 那些 複会 那些 就是 这种程度上 一种 反应 对 这种程度上 有些 的 是 这种程度上 第三題,上次提過,燃燒食物之後,我們想看看能量的 energy content,擁有多少能量 這裡正正是一個實驗,上次我講了,現在比較一下 energy content of different food 首先將食物加熱,直至燒一燒為止,然後準備5cm cube的水,然後一路加熱食物,直至不再燒火為止,就是這個圖 記錄下水的溫度變化,initual就是開始,final就是最後,當然 initual temperature,你看到全部20度,他們都是在室溫下進行這個實驗 final temperature 各個食物就不同了 然後再說,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without which kind of food has the greatest energy content? 哪個能量的含量,或者哪個擁有的 energy 最多呢? 當然,溫度升得最高,所以就冰了 然後,有哪個variable 是沒有控制到的呢? How can it be controlled? 我們先想一想,因為我們做實驗 有independent,dependent,controlled variables,三個 independent就是食物的種類 Dependent就是那個temperature difference,就是溫差 就是這個部分,這個就是dependent,這個就是independent 那,control了,有什麼樣子,譬如他們的initual temperature 一樣,然後大家都是5cm cube的水,這些就是control variables 或者是同一個大小的boring tube,是不是? 等等,那有什麼沒有保持過control? 好,想完後應該就是那個,上次其實我們也有提過的 就是食物的重量 Mask of food 沒有保持到control 舉個例子,譬如你 一粒花生和一塊薯片,花生應該是比一塊薯片 然後dried beef,乾牛肉,理論上應該是比 一塊薯片 所以你那個重量不同的時候,你哪裏準確的 那變成這個食物的重量 那how can it be controlled? 那很簡單,用你那個,用 用eatronic balance 去 令到它控制,就是製造同重量的食物 那用eatronic balance to weight 破正 所以 那也是 what are some of the chemical energy in Fulalha changes to other forms of energy such as like 好,第四題 是不是還有第五題? 不夠時間講,我們再講第四題 又是燒東西吃的題目 這題試一下自己做一做,看看有沒有哪一部分比較難 應該OK的,試一下整題做一次 做好舉手吧 省點時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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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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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问了两件事 use up和produce 所以我们写use up就是oxygen produce 然后 bbq之后 有什么方法去put out fire 我可以用水 pull water pull water 我可以用这些东西 我可以用这些东西 不知道它發生什麼事,不過試一下跟那個題目的指示組 因為都曾經不止一次出的題目就是你未學過,但是它照去問你的 所以在這裡就試一試,看一下搞不搞得怎樣 然後後面那些其實都差不多 那麼我們下課就對這一題,那我都明天應該是,都上你們E Class 看看你們學校的進度去到哪裡 我再定下我們下星期對完答案之後搞什麼 那就是那句,你有興趣參加那個功課輔導班呢? 那你去看我的Facebook那個Post,然後就聯絡我們的同事 那麼就約時間,OK? 那麼今天先講到這麼多,有問題可以 就是下次大家可以,我可能留點時間給大家問Q&A一下 要不然就浪費了Zoom這個功能,因為可以互動一些 就不像之前大家看Youtube Live那麼單向 所以就,不過這個下次再搞了,OK? 那麼今天先講到這麼多,那麼下星期再見 謝謝 太星期再見 請到這邊 可以 我收到一個個小時 devil 謝謝 我